交通部五年前开放国道客运台北到花莲 有三家业者分三条路线提供服务 不过受台铁北花运能提升及强震之后 苏花路廊不稳定 使得三家业者都表示 营运许可到期之后 他们不要再续约营运了 目前公路局势朝向 由三条路线整并成一条路线 也希望可以有业者来申请 游客在越台等待客运近站上车 环顾花莲转运站 可以看到橘白相间显眼的台北客运 不过要注意了 未来恐怕看不到了 零四零三大地震后 花莲多处路段受损 台北花莲往来的客运也暂停行驶 如今更是遗憾传出 这路段所属的三家客运营运许可 将到期也决定不再续约 北花客运因为载客量比较少 那大概都是个位数 然后再加上 四月份的那个大地震之后 那个鼠发走廊 这边的整个安全状况 不是那么理想 所以我们就申请了不再续约 面对不续约的状况 公路局也公告将整并三条路线 改为板桥道南港到国道五号 最终站抵达花莲的路线 并开放业者申请投入营运 又很少 平均班次大概一班有多少人在做 有时候都没有人啊 有时候一两分这样 对很少 不过其实从北花客运营运起 载客室就不理想 后续又遇到大地震 导致常常会有空车的情况 当然觉得可惜啊 他们就只能 就是走那个东北海岸的那个海铁 影响很多 选择就变成很少 虽然有些民众表示相当客薪 旅客减少选择损失大 不过也有民众认为 北花雷往台铁与自行开车 甚至比客运还要方便 不过面对台铁强势竞争 未来如果有客运公司 想要投入营运 政府恐怕得祭出更多 相对应的政策 见证报道